Hi 大家好 我是威斯里 那这边我要介绍 我在全家便利商店 带回来的新玩具 是SwissTech 金属蓝牙喇叭 那我们现在在 桌面上面呢 看到我们带回来这个 金属蓝牙喇叭部分 那我当初在全家便利商店看到它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它的外形 给我感觉其实还蛮有质感的 因为它是 采用金属的材质 那大小的部分呢也是蛮小巧的 OK然后再加上我后来看一下它 这是蓝牙的 这个喇叭 那它的售价呢大概是新台币 379元整 那所以我觉得也不贵 所以想说带回来看看 好那可以看到现在是 外箱的部分 那前面 可以看到它这边采用那个透明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喇叭 的外观 外观个人觉得 金属材质其实 就是蛮有质感的 好那它的 侧边这边呢有 把这个喇叭它的一个特质 把它说明出来 OK那相信大家看这个外箱应该也可以了解 那这喇叭里面有内附锂电池的 那锂电池 我们 等一下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时间 那外箱是有介绍 好那这是它的盒子背面的部分 OK可以看一下 它的制造商 还有它的一些 电压 等等的一些 说明的特性 材质的部分 好那这边侧边有它的一些 相关商品规格 那它是采用蓝牙的无线传输 所以有效距离大概就是 10米左右 那内附的锂电池呢 一般音量下大概可以 连续播放 割到4小时 所以时间其实还蛮长的 好那它有说搭配了 52mm的全音域喇叭 那中低音的效果加 OK那再来就是它的金属材质 看起来其实 蛮有质感 OK那我们 直接来把它打开 来看一下 那这喇叭 大概的 外形 下面的话呢最底部就是它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按钮 可能是上一首歌下一首歌 然后暂停播放等等 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把它 打开 那因为这个 箱子之前 稍微把它拆开过 所以 胶带部分都已经 割掉了 好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直接把它拿出来 好那它这个 把上面打开之后呢 OK这喇叭先拿出来 那里面有附这个 说明书 OK 看一下 说明书的部分呢 这边有这个 远迟通话 然后LED灯 所以它这个是有LED灯 那应该等一下 接电来看一下 然后蓝鸟无线传输 那就使用说明 OK 那这是它附的这个线 所以它有 USB 跟这个 AUX 的这个 音源孔 然后呢这是 Michael的USB 这是一般的USB A的部分 然后那我们先把盒子先放旁边 好那 那 喇叭上面这边有一个套模 把它打开 然后呢这是喇叭 外形的部分 个人觉得其实设计的其实蛮简单的 然后上面有这个网状 可以保护这个 喇叭 那个发声的这个模 OK那下面这边的话有它的这个 操作界面 那这个也可以支援电话的 接 跟那个 收发的部分 然后这是模式调整 那这里有个电源键 黑色这个可能是 麦克风孔吧 OK那下面这个应该有强调低音功能的话 好像都会有这一个环 这个圆圆的 好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好先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 那电源键先打开 打开之后可以发现 OK他有这个 灯 可以看到灯 这应该很明显 有灯 好 那我们 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喇叭 的话呢 他 他 那这个灯应该就是 他不知道会不会依照音乐 去做一些 摇摆摆动 那个人觉得其实还蛮 不错啦 因为 现在这个有灯光的话 通常会比较炫 可以看到这个灯光 其实蛮漂亮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音质如何 所以我就用 手机呢 来跟它配对一下 好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开一下我的蓝牙 蓝牙 那刚已经开了嘛 所以 蓝牙的部分 然后去寻找 刚刚有按到 叫 寻找下 好有一个叫WD010 选择这一个 那他现在在配对中 OK好 现在配对 那应该就是连到目前这一个 那我这里先把它 稍微 让它 电流点斜角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播个音乐好了 那音乐的话 就用 电玩的 自己频道电玩影片 因为现在那个YouTube的那个 音乐其实抓得蛮紧 所以你只好 用到一些 音乐 常常会有版权问题 所以我只能够来播一下我频道的 好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调了一下音乐 然后把灯先关掉一下 这样比较看得到 那重低音的部分应该 有有一点低音啦 低音应该也是 不过这喇叭听起来 音效其实还算普通型的 OK OK可以看一下 听一下这个音乐 那他这个是有灯光的 OK 那底部也有 那底部也有 所以说他底部也可以 有灯光的反应 那个人觉得 以这个携带来讲 这个大小去携带很方便 可以看到他一个手挡大小 那音效表现也还 不错啦 不会说很差 但是如果跟 比较 要听爽感的话 这个我觉得 还没有到非常的那个 有爽感的感觉 好 那这个相信 我们这边就 demo到这边就好了 好 那这个相信 这边就好 那 个人觉得 全家看到这个喇叭呢 想说 其实也还 不赖啦 那 所以说这边就顺便介绍给大家 认识一下 那以后全家如果看到喇叭的话呢 可以 做一些参考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按键的部分 有电话 那个前一手后一手 然后模式 然后这是USB MicroUSB的部分 充电跟 AUX都可以 电源 所以我们这边 他有另外一个输入模式呢 也就是用 这个 AUX的方式 OK所以 这是USB 插上去之后呢 他也可以选择用AUX 一般的音源孔来做 那个输出 那这样这台也可以当个小喇叭 一般的小喇叭来使用 OK 好 我们再 稍后再清一下好了 那这个好像没有支援TF TFT卡 就是不能用那个一般的记忆卡来播放 好那我们之后来再 清一下好了 好那这个 喇叭呢好就介绍就到这边好随着音乐 这样子 让大家 在清场音乐的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来做个 这个喇叭 开销我们结束 好那我是卫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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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